丽娘知她爱显摆的个性 急着问正事的她 也没有就此训她 而是将手里卢氏的画像 递到她面前继续问道 那这画像是怎么回事 哦 那是我找东西的时候 从书架后面的一只盒子里翻出来的 说到这儿 房志武突然来了神 娘这般辛劳 爹还藏着旁的妇人画像 我一时气恼 就将她揉吧揉吧丢了 我可是为了您才偷爹的东西 您得帮我想想法子 我不要超书 她看着丽娘 一副得意洋洋的妖宫模样 其实当时她丢这画像的时候 不过是没有找到艳台 心烦之下随手为之 哪里是为的她娘考虑 眼下这么说 不过是想让丽娘帮她打打掩护 不让房桥发现 她乱进书房的事情罢了 嗯 让娘想想 丽娘闭上眼睛靠在床头 心中陷入了一片混乱 一个念头不停地在她的脑中闪现 她没有死 她没有死 不过 这画怎么跑到您这儿了 房志武低声音以后 并没有发现她娘的异状 而是反手拉住她的胳膊 叫声道 娘 我跟您说 我今儿在东都会的铺子里 见到了一套首饰 漂亮极了 尤其是那一对簪子 丽娘任房志武兴致勃勃地 讲那一套首饰的模样 思绪却早已飘远 她十二岁那年 这天下改了姓名 一夕之间 父母兄弟被流放 她被人带走 换了姓名 从小姐变成了奴婢 高宅大院依旧 却不再是她的家 学会了卑躬七夕 其实很容易 在洛阳别院住了四年 甚至不知主子是谁 直到她十六岁 和别院中的另一名姑娘 被装进了一辆马车 一路驶向长安 自父亲获罪之后 那时她第一次回到长安城 尽管是作为礼物 可她仍是满心的喜悦 同车上另一名姑娘的沉默不同 她既是羞怯 又是有几分向往 只因那名宴上见过的男人 温文 俊秀 又有文采 几乎达到女子心中 所有的幻想 可是 很快 她便知道她错了 整整四个月 她都没有再见到她 她询问别院上的下人 那人什么时候会来 却总是得到 意义不明的笑容 除了不用卑躬七夕外 又同以前的日子 有什么不同呢 只是从一座院子中 换到了另一座院子中 可是那个叫做云娘的姑娘 却比来时要显得开朗了许多 那张明艳的脸上总是挂着笑 让她看了就觉得心烦 别院的管家很是死板 从不让他们出门 但她闷了很久了 终于买通了一名丫鬟 从下人采买的小门出了别院 长安城一如她记忆中的热闹 她穿了最喜欢的裙衫 扮作惊中小姐的模样 同那丫鬟逛起了长安 哄着丫鬟将她带到那人府上附近 也就是那一日 让她看清楚了自己的心 看清楚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害得她夜不能寐的那个男人 脸上挂着她从未见过的温序笑容 挟着一名云并华裔的妇人 一人拉着一名唇红齿白的男童 从高宅大院中走出来 她将孩子们小心地抱上了马车 准备去扶那妇人 却被她笑着推开 指了指一旁的骏马 她便盯着她的笑颜呆愣了片刻 最后不知说了什么 那妇人轻轻一拳砸在肩上 两人就在车边闹了片刻 她才一把托起了她的腰 将她安置在了马匹上 欲要纵身与她共乘 妇人却轻巧地夹了一下马腹 让她落了个空 妇人驾着马匹扬长而去 她连忙纵身上了一旁 另一匹马朝她追去 两人一前一后的背影 连同那辆载着两个孩童的马车 终于消失在了她的视线里 这一幕永远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 那日她昏昏沉沉地回了别院 连睡了两日 再醒来的时候 她已经知道她不一样了 见不到那男人 她便开始在院中 到处旁敲侧击她的消息 她开始提防起 冒昧地让她这女子都心动得云娘 这时除了那个高不可怕的妇人外 她当时最近的假想敌 她并没有提防云娘多久 有一夜 院中来了一名外客 当时她正同云娘在说闲话 听到下人来报 她选择了回避 而云娘却好奇地去看了 也就是因为这份好奇 最终毁了她 云娘是在两个月后 被诊出怀了身孕 她腹中的孩子是安王的骨肉 这件秘密只有几个人知道 她便是其中之一 在那男人得了消息赶来后 她终是得了第一次 接近她的机会 她起初并没有想要冒进 只是静静地陪着她饮酒 可那夜的酒似乎太容易醉人 昔日糊涂地就醉了 再醒来的时候 她已真正变成了她的女人 看着醒来的男人 震惊地表情 她欢喜地心情一缩 莺莺地哭泣起来 可那男人甚至连安慰她都没有 有些失魂落魄地 套上衣裳离开了 在她走后 她才真正地哭了起来 可仿佛上天都在帮她 只那一次意外 她便怀孕了 最先知道这消息的是那位老夫人 她直接将她同云娘 一起接到了府中 再次见到那名妇人 依然是云并华福 可看到她和云娘 微微隆起的小妇后 那张雍容的面容 一下子就变得清白起来 那颜色真是漂亮极了 娘 娘 我说话您听见没有啊 您笑什么呢 王志武伸手推了推 陷入回忆中的丽娘 丽娘睁开眼睛 已经半点没了先前的失措 她收了笑容 温声道 小五 这画像的事儿 怕是瞒不过你爹 你老是同他说你拿了 娘帮你说说好话 不让他罚你 可好 啊 我不要 王志武头一扭 死活不肯 小五乖 你不是说要买首饰吗 你要是听娘的 等下用了午膳 娘就同你去买 你要是不愿意 同你爹说实话 他早晚发现 你拿了他的东西 一定会罚你超书的 丽娘将听话 和不听话的两种后果 讲的是再明白不过了 房志武权衡利弊之后 有些不情愿地道 好吧 丽娘伸手整理了一下 她有些作乱的裙摆 你先去饭厅 娘更衣后再过去 房志武走后 丽娘又将被子上画像 重新举了起来 盯着画上的妇人 低声难道 这是我换来的 谁也别想夺走 长安城 国子监 钟鸣声响后 一欲抱着书带 快步离开了教舍 杜河看着她娇小的背影 消失在了门口转角处 虽是好奇 她早上究竟凑到高杨公主耳边 说了什么悄悄话 却没有出声叫住她 而是拎着书带 走向了最后一排的长孙贤 一欲和卢志没有像平常那样 中午在甘卫居用饭 而是坐上停靠在学宿馆后门的马车 一路驶回了归艺房 离下午上课 上游将近两个时辰 刚好够他们回去同炉室用饭 再休息一阵的 你吃了点心 等下还要用饭吗 这天吃凉的 也不怕闹肚子 卢志从书带里翻出了一本册子来看 瞥了一眼 正拨着油纸包 吃草莓卷的一欲 嗯 一欲咽下嘴里的东西 苗特意给我做的 当然要吃完了 都怪那倒霉的公主 不然我哪里用得着这会儿吃凉的呀 早上那会儿还温着呢 听到一欲将羔羊称作倒霉公主 卢志婉儿一笑 道 早上他撕你的那东西 是晋博士给你的那本自贴 一欲几口将剩下的东西吃完 才拿着帕子擦进了手 抹了抹嘴后 从怀里掏出了 雾了一个早上的自贴 轻轻抹了抹封面 叹道 是啊 真是可惜了 被他糟蹋了 卢志扬眉 下学时我还见到高阳 他只差将我身上 钉穿个窟窿了 却没有上前寻我的事 你怎么他了 一欲扑哧一笑 将早上最后凑到高阳耳边 悄悄说的话 学了一遍给他听 我同高阳说 一见到他 我便会想起 于是男这么一整本的莫宝被毁之事 一想起来这件事 我的心情就会很糟糕 我心情一不好 就会到处地乱讲 难怪高阳会发火呢 被一欲这么小小的威胁 又只能隐忍不发 照着他的脾气 只瞪了卢志两眼 还算是轻的 两人回到归艺房的宅子 午饭已经做好了 尽管卢志早上早时 再三地叮嘱小满 不让卢士再下厨 可这宅子里 却没有半个人敢真管他 两兄妹吃着卢士亲手做的饭菜 心里很是高兴 只是饭桌上少不了一骑捞的卢士 他都笑着瘦了 见他气色比昨日还好 一羽高兴之余便多吃了一碗饭 直到下午上课的时候 胃还是胀胀的 下午下学后 卢志和一羽走到了学术馆门口 来接卢志的马车 就停靠在学术馆门口 他原先准备先将一羽送上秘宅的马车 那驾车的壮汉见到他们 却连忙高喊了一声 公子 卢志走过去 车夫凑到他耳边低语了两声 他皱了一下眉后 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一羽 无奈道 看来你今晚又要晚归了 一羽不明所以地眨眨眼睛 就听卢志吩咐车夫到后面那条街上 带话给秘宅来接一遇的人 壮汉走后 卢志拉着一羽上了马车中 才低声同他解释 外公有事找咱们商量 平常卢中指有什么事 都是秘密地叫了卢志去说的 自八月那第一次见面之后 一羽就再没见过卢老爷子了 这会儿听他竟然要寻他们兄妹俩一起过去 略一思索便问道 同房桥有关 不清楚 不过想来应是因为他 既已知道了咱们的身份 他很可能去找外公问询 若说这世上除了房桥外 有第二个急着恢复他们一家四口身份的 那便数得上是卢中植了 房桥找他倒也不奇怪 昨夜卢志已经连夜写了信 让卢要烧给了卢中指 将房桥上门后的各种细节和原委讲了清楚 两兄妹心中都清楚这般关系 便沉默下来静静地思索 直到车夫传完了话回来 才驾着马车 乘着黄昏的夜色将他们送至东都会 移坐房室门外 下了马车 卢志帮姨玉竖了竖衣领 又从车上的暗箱中 拿出了一件披风给他兜上 隔去了傍晚的凉风 姨玉被卢志温热的大手拉着 穿过了挂着各色彩灯的长街 走进了一条幽深的小巷 转角便见到斜队门紧闭的院门 门头挂着两只灯笼 正是城远楼的后门 卢志一边敲着门 一边放低声音 对他道 三长四短 姨玉听着他敲门的频率 会议地点点头 一边敲完后就有人应门 来人只是看了一眼卢志 便将他们迎进去 卢志熟门熟路地 拉着姨玉走到了 前院的一间房门外 扣了两下门 听到了屋中传来一道 略有些沙哑的嗓音 才推门走了进去 姨玉这算是第二次 见到卢中之 年岁不满六寻的老人 却已是满头白发 不见半丝的乌色 不满褶皱的面孔 透着淡淡的微言 过来坐 卢老爷子一开口 姨玉便听出了不对 通卢志坐下后 便开口道 您病了 虽只见过卢中之一面 姨玉对他那浑厚的嗓音 却记得清楚 眼下他面无异色 声音却分明像是着了风寒 对这老人 他的确是有份亲近在的 见他身体有样 不自觉地便流露出了观心之态 卢志眼中闪过了一抹忧色 上次就见您喝药 这都几日了还没好 若是寻常大夫不行 就去找太医看过 怀国公连请个太医上门的面子 都没有吗 卢中之见到两人神色上的关切 心中一乐 也不计较卢志的挖苦 无妨 没到入冬 外公的嗓子就不好 并不是什么大事 一遇不赞同 小病不医成大疾 听您说这还是老毛病 恐就是一时不察落下的病根了 您年纪大了 身体最是重要 赶紧医好才是真的 外公的育儿不光长相 小你外婆 性子也似 他就喜欢这般的说到我 卢中之的脸上 难得地露出了乐呵呵的笑容 来 到外公身边坐 一遇没有扭捏 便起身走到他身边坐下 任谁对着这么一个 年近花甲的老人 怕都硬不下心肠来拒绝吧 上次给你送去的那箱子东西 可是喜欢 九月一遇木休在家 卢中之特地让卢智 烧了一小箱 珍贵的名家孤本给他 喜欢极了 谢谢外公 您是从哪里寻的那些的 呵呵呵 喜欢就好 外公 咳咳 卢智倾咳了两声 打断了他们 外公 您寻我们来是为何事 被他提及正事 卢老爷子脸上的笑容一收 扭头在两兄妹脸上 分别打量过 猜到 你昨夜让卢晓烧来的信 我已看过 姓房的那小子 一直不肯同我讲当年之事 真没想到 还有这般的曲折 今天上午 我见了他 果然如兄妹俩先前在车上的猜测一般 房桥去找了卢中植 依他们看 他此行许是为了打探事情 见到两兄妹脸上并无惊讶 反而很冷静地等他讲下去 卢中植很是满意他们的镇定 昨夜他就来找我 自然是给了他闭门羹吃 那时还没收到至儿你的信 后来看了信 老夫更是懒得理会他了 可这狡猾的小子 却在今早递了封信进我府中 我看了信 只能见他一面了 信上写什么 姨玉一边问 一边去解披风袋子 这屋里也烧了火盆 很是暖和 卢中植从袖子里 掏出对折了一下的信封 没有给卢志 而是先递给了姨玉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走进一名下人 奉上了茶点之后 才躬身下去 姨玉宁神将信看完 脸色古怪地起身 递给了卢志 又坐回了卢中植身边 捧着茶杯暖手 卢志垂眼看信 昨日小旭已至龙泉镇 见过蓝娘母子 岳父现应有耳闻 只欲证智而清白 须寻寒历下落 但今寻此人 无异于海中密针 小旭诗其踪迹十余年 前岳方之以人 或与其有关联 望见岳父详谈 按照兄妹俩先前的推测 房桥最有可能 会先接了他们的身份 然后逼得他们上门 去要证明 卢志清白的证据 可眼下看来 却又不似是这么一回事了 就算是房桥 不知韩丽的下落 但他既已拿住了 卢志的把柄 真知道能通过什么人 来找到韩丽 自己去寻遍客了 怎么会同卢中植 商量韩丽的事 莫非是他找不到那人 想让卢中植帮忙 那这风险也太大了 真让卢中植找到人 哪里还有他的媳妇 两兄妹看完信后 皆是冒出了同一个念头 这房桥到底要干嘛 卢志将信重新的折好 塞进了袖中 抬头望向了卢老爷子 外公以为 他告知我们兄妹的那些事 有关韩丽所作所为 是真是假 事情的关键的确是韩丽 只听房桥的片面之词 两兄妹顶多就猜测出了一些事来 却是不知的真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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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递